让男人重振雄风的三个小窍门 你了解几个 首先第1个就是清理体内的垃圾 从位置上来看 宗金在人体的下胶 我们体内产生的灼气也是通过下胶来排除体外的 如果你要是饮食不规律长期熬夜 饮酒过度的 那就很容易滋生弹灼失血 而且他们都比较粘腻 会阻碍周围的气血运行 当宗金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时 就容易出现疲软无力的情况 这类人临床当中比较常见 所以如果你平时经常出现下肢无力 小腹胀痛会因坠胀 大腿跟阴囊潮湿等情况时 就得及时的清一清体内的垃圾了 第2个就是补肝血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补肝血 因为肝主筋而宗筋是人体最大的一条筋 它的膨胀和收缩靠的就是肝血的充盈 而且肝经还是唯一一条环绕生殖器走的经络 所以一旦肝血不足就好像汽车发动机没油了 自然也就没办法发动 并且有的还会伴有乏力 头晕失眠多梦的情况 所以补肝血也是重中之重 第3个就是疏肝解瘀 吕顺气肌 临床中经常会遇到肝瘀导致的肾虚的患者 这类人典型的特征就是容易急躁 但越是急躁越没办法 可以说是有心无力 但归根结底来说 还是因为肝气疏泻之长 气都堵在一个地方了 没办法推动血往下走 才会导致宗筋无力 这时候你越是急躁就越会加重 并且还会伴随着 鞋内脏痛 食欲不振 胸闷等情况 最正确的条理思路应该是以 疏肝解瘀为主 调节情质 打通瘀堵的气机 从而恢复气血的正常运行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